我们的这个背板的前面 这样子的距离OK吗 好 刚刚听到的歌曲《深爱者》 在上个周末已经正式的上架 不过MV还没有 因为绿带还没有推出 在待会儿呢我们会抢先 跟所有的这个媒体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好像是在蛮有趣的场景 蛮有趣的时间 还碰到了蛮有趣的人 一支新的MV 待会儿我们也要来聊一聊 不过呢在过去的这两年左右的时间 哇花了这么久的时间 才酝酿出的这一首新的作品 也让所有的歌迷朋友们算是等很久了 那既然等这么久 你要不要多几个不同的姿势给我们好了 好不好 Queen来来来 想一个另外一个姿势给我们一下 考验你 帅气的 来一个帅气一点 对呀帅气一点的 其实我们在这个过去也有听到 不管是魏鲁林他的戏剧上面的作品也好 那前一阵子 还当了我们的这个HeaderFan 期间限定的好同事 对不对 每天晚上跟他一起见面 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有听到 呃魏鲁林跟我们说 他对于新的作品充满的期待 场线的就要来跟所有的媒体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来Queen 我们现在再一次的从最左边的镜头 开始一一的照顾一下之后 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最近的动向好了 来我们接下来稍微往中间看两个位置 好两个镜头 好接下来再往右边进两个好了 差不多到中间了 差不多到中间了 好 最后我们再往右边再看过去两个位置好了 两个这个镜头的位置 OK的话我们这边就先来欢迎魏鲁林 这岁海 深海的不用志在 爱的都是你关开 让所有事都期待 让你来 深海的我离不开 感觉到下个小孩 心心心地明白我们的爱 我们的合照 那就像刚刚所提到的 不管是阿果也好 或者是某也好 在音乐 就自己的催生出 更多的音乐作品 三位我们也请看看 我们的右手边 右前方 这个格子衬衫这边的镜头 三个人的合照就对了 是不是 哇 想先的站台 那当然也是因为 一直以来 他们在过去的十年 据说真的是有利不可分的好交情 直接揪上去的 好我们接下来回到中间 然后再看看